2 3 郭云飞 27岁 山东人 四川大学行政管理专业 大家好 12位BOSS好 我叫郭云飞 今年26岁 我的家乡是山东资博 2014年6月 我毕业于四川大学 行政管理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位 今天来到这里 是想要谋求一份 管理培训生的职位 或者是与公关策划 相关的职位 当然也希望 在接下来短暂 但是有效的交流过程中 希望听到12位BOSS 推荐给我 您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徐月老师您好 谢谢您 徐月老师您好 穿得英姿飒爽 有点那个女骑士的感觉 谢谢您 为什么选择这么一套服装 我个人性格比较干练 所以说我选择 我选择是比较适合我性格的一身职业装 你比较干练 我看你长得很温柔 是吗 谢谢 而且很少女选手这样穿的时候 很少很少 这样穿挺好看的 谢谢您 来 你的推荐理由 云飞是典型的好学生 学校背景不错 穿大 研究生 然后专业不错 行政管理 然后成绩不错 在校期间获得过多次奖学金 优秀研究生 三好学生 然后并且有大量的社会实践工作 综合来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大学毕业生 所以我推荐 谢谢您 许一老师 他的应评宣言是 命运就像掌纹 虽曲曲折折 却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次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看来这是一个 有准备而来的求职者 你在三所学校工作过 是的 研究生期间 我得到一份非常珍贵的机会 我在一所本科类的院校 从事外聘教师 为他们学校的本科学生 讲授公共管理类的课程 然后之后我毕业以后 我在我朋友的一家 雅思创业学校 就是一所教育培训机构 然后来从事成人商务英语 招生的工作 我通过网上又投递了很多企业 没有得到回复以后 我就直接进入现在这份工作 然后从事高校的行政工作 现在这个工作为什么又要离开了 是这样的 就是我一直在学校内工作 我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 但是我觉得就是企业 能让我快速地去成长 学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现在我希望 能够跳出学校的范围 能够去学到更多 你觉得学校不是社会吗 它是一个小型的V型的社会 你学的行政管理 在学校里边其实需要 更好的行政管理人才 是的 你觉得在学校里边 没有发挥的余地 也不是可能跟我现在工作 性质有关系 那你现在在网上求职的结果怎么样呢 就你投出去简历的结果 他刚才已经说了 投出去没有任何回复 对 这就是我想问你总结一下 为什么会没有回复 是吧 这个也是我一直非常好奇的 因为我一直把那个邮箱调成 就是如果对方打开我的邮件 会有回复 但是一直我的邮箱 都没有任何回复 我们所说的不是邮箱技术的问题 是 其他方面有没有可能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用的邮箱 可能对方会觉得不是很正式 我用的QQ相 所以有人会 是这个原因吗 我不知道 我在猜想 简历不被筛选出来 主要是你应聘的这个关键词 就在于说 应聘什么岗位很重要 你如果是没有人力自然经验 又学的不是人力自然 你投到人力自然的岗位上面来讲 别人投的都是人力自然相关岗位 或者相关经验的一些简历 他会首先筛取那个 而把你排在最后 假设你应聘的行政岗位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给你回复 好 谢谢 我听你在讲半天 你是自己不喜欢这个人力资源吗 我一直没听明白 你有一个最关键的词 就是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比较就是倾向于公关策划类型的 然后有创意这样的工作 是这样子的 其实有一点我非常好奇的是 你非常遗憾地说 我的简历居然都没有被打开 今天你的简历已然被打开 并且有人足置足条地去搜索其中的信息 你好像表达却不是特别主动 好像迫切地想要说 哎呀我有什么能力 是表达的相对比较空洞 对吧 其实现在是一个机会 刚才开始讲 你跟他讲讲那个国际企业管理挑战大赛 中国区你还不是得了同奖吗 是的 这个大赛你做了啥 有啥亮点好不好 好的 讲具体案例 本科阶段我参加过 GMC国际企业管理挑战大赛 当时我是作为一个六人小组的leader 带领我们的六个同学 然后一起踏上这个比赛的舞台 那么我作为leader在中间有过团队的协调 包括一些小的领导技巧 那么最后我们是获得了中国赛事的 说那个协调出现了什么矛盾 你怎么协调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气生嘛 那么在中间的话 我会比较中庸 我是一个比较中庸的领导者 然后我会去 当场去质疑他们 然后我说大家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然后我们去换位思考了之后 然后大家最后做出了一个 协调一致的方向 然后避免了这次尴尬 是的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林 好 来问一下张颖 李奇和Chris 这样的第一轮的选择结局 出乎你们的意料吗 我大概留等 因为我要了解到他的PPT 他的别的经验 所以我给他这个机会 其实云飞这个问题就来了 其实第一个环节 你表现不那么圆满 你看起来貌似干练 好像很自信 事实上你前一轮的展示 是非常被动的 没有太多的亮点出来 接下来你要加油了 对 这是一个矛盾点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 如果说一开始的表现不好 到了第二个环节之后 你能真正地把你的干练 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这分数会逐渐地往上升 好吧 接下来进入 天生我有财 来 解读一下你的PPT 这个是有放到一个 政府的门户网站上 然后叫做 志愿者的美妙瞬间 美丽瞬间 它美妙在哪 你想说一下 美妙在哪 我觉得这张照片很美 你觉得美妙在哪 因为当时心里是美的 因为做志愿者的话 首先我的内心是一个充实的 我要去帮助别人 所以说当时我的心里是美的 所以我反馈在脸上 是我真正内心的想法 是这样子 好 图老师这样的 我想让云飞就这张照片 你想就公关策划的角度 你能给这张照片 附一段小的文字吗 附一段旁白 文案 可以吗 你附一段旁白 然后再告诉我们 你这段旁白想说什么 抱歉 能不能给我一点准备的时间 准备的时间是吧 是 因为有点 那就待会儿说 先第二张 第二张就是我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 所获得的各类证书的一个集合 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现在在的这所学校 然后我做了这个专门的 活动的策划的一个案例 云飞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 比如说第一个优秀志愿者 你上来就说 这是登在这个财富论坛的官网上了 然后我做了哪几点 哪几点 让我成为优秀志愿者 第二你练了一堆证书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稍等一下 我就重点讲三个证书 你说完了吗 是的 我刚才已经讲连了 你这后面还有吗 没有了 三个 已经没有了 对啊 你会重点讲 那一堆证书里面 哪个是省级的 什么三好学生 哪个是那个什么 你说这是我一堆证书 然后就过去了 你太 你太内容了 就同样的内容 换一种表述方式 或许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对啊 你要像我这么能吹牛的人 我早就把他吹成 跟天上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吗 他刚才很忧怨地说 你说我投了那么多简历 没人点开 现在大家伙来看 你又那么不爱谢 你又要受着 你让我们怎么了解 对啊 所以云飞我给你 所以云飞就是 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 很执张很干练 你先要把自己的思维 练成结果导向 我为什么而做 云飞 现在你还有作业没做 对 现在再给你这个机会 结合刚才的反馈 给他附上一段旁白 可以吗 10秒钟行吗 10秒钟可以 一群喜欢吹牛的人 碰到一个不喜欢吹牛的人 急得半死 不对不对 那个是喜欢吹牛 我们是想看到事实 你们也喜欢吹牛 来 说吧 简短的四句话 辅南河畔流光异彩 志愿服务暖人心怀 基于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 还可以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他们没听清楚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大声一遍 辅南河畔流光异彩 辅南河畔 辅南河畔流光异彩 志愿服务暖人心怀 说实话 文字的熟练度 你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文字熟练度 是表现你的好文采 还是说你想展达你很有外交能力 但还算押韵 对 云飞这样 我作为推荐人 我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说今天我们不是偏公关策划类的岗位 偏执行类的岗位 他肯定没问题 你考不考虑 调整一下 我刚才说过 就是如果12位boss推荐给我 他们认为合适的 我一定会 不是他们认为合适 就现在表现 你觉得执行和策划类 哪个现在是你最倾向的一个求职的方向 还是策划 其实我对龟云飞的意见还挺好的 他一上场 给我一种很职业的感觉 很干练的感觉 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觉得他太中庸了 尤其他应聘的是这个策划岗 没有创意 然后没有野心 没有欲望 这甚至他没有表达的欲望 这是很难做策划的 我做了20年的这种策划的 就是营销的工作了 我觉得你们别再逼他了 我个人觉得 从刚才所有他的这种表述经验 以及他的个性来讲 他其实做一个策划的工作 是蛮困难的 对 我也觉得 从第一轮开始 我就已经觉得就是这样 为什么留灯给他 其实是想看看 他在其他方面的工作 但是你们穷追不上 非要去挖他的这个策划能力 他是很难把他这个策划能力 给你展示出来 稍等 那也不对 其实呢 我们不是要执着地 去挖他的这个策划能力 是他执意地要做策划的工作 我就没明白各位老板 就怎么去看出他没有策划能力了 我觉得他挺有策划能力的 我想问一下 那是因为你们要求策划能力比较低 等等等等 罗敏既然你挑战我们 罗敏跟我们说说 你就告诉我们 你看出来策划能力在哪 其实我认为大家一直没有听明白 或者说他可能在台上有点紧张 他的第一诉求是真的是管理的学生 我觉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需要去考他的一个策划的一个东西 还真是蛮难的 他刚刚临时十秒钟 说出了对自己的那个志愿者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无论从文字 还是从他的临场的发挥 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能要求多少 你是把他当成一个一万块钱 还是两万块钱 有多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人来看 还是一个应届毕业生来看 所以最后 所以最后 谁会留灯 给他策划职位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说没有人留 只有我一个人留 那我很高兴 如果说有很多人留 那么你们就是口是心非 千万不要给他留策划职位 罗敏刚才那次句话 你再说一点 叫什么府 什么河畔 对吧 府 府南 府南 别说让他说 府南河畔 然后 第二句我忘了 第三句我叫自愿 自愿服务 暖人心怀 然后记什么财富人团 你连他四句话都记不完整 你说他有创意呢 所以云飞 不是我能记住三句 如果一个创意让人 短短的实际几十秒钟就忘记 这叫创意呢 现在我们可以去举例 在场的所有的人能说出第二句话 刘光亦才 随便回答 随便回答 断斗 你先不用回答 先不用回答 真的不重要 我们做调研 几个人能记住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 普雷老师 你刚刚说我没记住 现在十二个人又几个人能记住 罗敏 如果一个策划 让大家都记不住 这是个好策划吗 港楼 港楼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而且我相信 你们都能记住这句话 你们都能记住吗 而且我和顿东记住这句话 不是因为他的策划 而是因为对他的尊重 那为什么其他人没记住呢 云飞 就是因为没记住 所以才证明这个词 我现在 你自己都没记住 你怎么 你们都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云飞 陈老师 我现在特别相信网上说的那句话 你招聘的每一个人的最低标准 就是你企业现有人才的标准 哎呦 现在说得真好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罗敏团公司 现在是什么级别的人在 就是很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因为这就是最高水平 我觉得有些人很虚伪 你们不要去口试心扉 不要给他留策划职位 不要给他留管理培训生的职位 你们灭灯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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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 你留就成 好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通过三位专家的观察 你们三位的观点是 你们觉得他适合做公关策划吗 人者见人 智者见人 我觉得这个没有标准 他们不愿意回答这没关系 我只是在想 就是大家每个人看到问题的角度 对 好吧 就是在我们其实也不是说 非要去让他做公关策划 而是通过一个他的意愿方向 不停地在探讨他的能力 发展潜力 来 你回答一下张宁 你的看法是他适合做活动策划吗 我觉得可能作为一个学生的话 你还可以 但是如果把你放到一个公司里面 来做公关策划 可能会有点 对对对 有吃力 有吃力 所以你当一个助理 公关策划助理还不错 如果你是我的研究助理 我肯定希望有你这样的 既然你现在有这么鲜明的观点 为什么刚开始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呢 因为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其实在这个舞台上说话 有的时候想要真实地坚持 自己真实的意见 和黑白分明的建议的时候 并不那么容易 来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还有九盏灯 接下来我们听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小庄开始 是在我们青岛新航道学校的一个管配生 好的 唐冠卓然 给你提供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博士团新成员唐冠卓然 北京金月映医疗器械发展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 金月映医疗 是国内首批从事骨科耗材行业 及医疗器械研发 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覆盖我国二十多个省份 我们旗下有一个 卓然医疗器械培训学校 对医疗不懂的学生的话 可以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以后 再来做管配生 谢谢 陈昊 我给你我们集团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管配生 因为这个事业部的业务相对综合多样化 以后 接培训结束 你可以去你想去的青岛和上海 嗯 罗敏 区分期给你的职位是管理培训生 你会帮助我 到全国 去招聘CEO管理培训生 不对啊 罗敏 你不是应该给活动策划的吗 还真是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不是说招聘 你是说负责招聘CEO啊 对 培训生 我策划 帮我们去策划这个活动啊 所以你现在给他的职位 其实还是管配生 他要的就是管配生 是吗 那你跟别人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罗敏 那你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呢 OK 如果你们硬要这么说的话 云飞 我给你的是管理培训生 策划方向 有意思吗 这样好 这样好 这样他就脱离了虚伪的帽子了 好吧 给他留点颜面吧 来吧 虚不虚伪 在场的观众 是最明白的 大家给点掌声 好 好 余飞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你更要保持冷静 因为全场另外11个老板 加上哈佛特老师都认为 目前让你到一个企业 就去做策划的话 会很吃力 帽子太大 今年我们的长青团学院正式启动 你作为管理培训生 会进入这里面 进行系统的培训 并展示自己的能力 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向 这需要一个过程 咖啡之一欢迎你 谢谢 段东 云飞 那个58同城和58到家给你提供岗位 是管理培训生 管理培训生的岗位 是从行政开始做起 好 刘家勇 我愿意给你我们风筒集团 我的个人助理岗 同时我们PPQ项目会给我们所有的员工 提供免费的培训 帮助你做职场 详细的规划 为你下一步输出做准备 刘家勇拼了 文刚 哎呀 我很遗憾 我本来以为我是第一个给这个职位的人 对 老乡就是老乡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事成双 没关系 这样哈 我给你的岗位也是一样 管理培训生 但是你在前半年 主要给我做业务助理 我对你的预判是 你应该用不了一年 就可以心经过万 好 王马说完了 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来 张扬 那么这边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营销策划运营方面的一个管理培训生 地点在北京总部 好 谢谢 谢谢 想不想听听那位长头发姐姐的意见 非常想 她刚才一直想给你意见 李琪 听从你的内心 Listen to your inner heart OK 谢谢 来你想说什么 我有一个意见 对不起老板们 所以这两个老板他们给 这两个 对对对 他给他一个助理 一个他个人的助理 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机会 一个总裁的助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你看老外很有意见 中国人太中庸了 什么都没说 好 好 这就是我们要向Chris教授学习的嘛 好 灭掉七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可以吗 好的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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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热情的团队里来 跟我一起发展 让我和陈浩来PK吧 我这边是对你对口的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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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小周浩老师很喜欢您 抱歉 你不能因为 你不能因为他们拿面板挡的 就不够啊 罗总很抱歉 把本子拿下来 不好意思 不要在这种 抓紧时间 我在别人选择的时候 从来不求情 不多说一句话 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抓紧时间 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你是老北别婆婆妈妈的 对不起 对不起 罗总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谢谢 好 我就一刀已经PK胜利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南半球已经胜利了 谢谢 还有北半球 对 陈浩我真的觉得 他这个个性跟你真的不符 来来来来来 给我 给我 不好意思 谢谢你 来 给我 对不起 谢谢 对不起刘总 对不起 刘佳佑啊 刘佳佑今天很绅士 来为他鼓个掌声 有请陈浩 王文刚 谈钱不上感情 接好了吗 接好了 请揭晓 试用期五千 五千五百加 请问五千五百加是适用还是正式的 正式的 正式的是吗 来 但老王你不靠谱啊 总助一般可没有低于八千 我给他的是管理培训生 但他会给我做业务助理 你要听清楚 我给的不叫总裁助理 而且六年前的这个价格不一 你刚才不明明说的是你的助理 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讲过很多次这件事情 他的原话呢 其实是打了个擦边球 他说我给他管理培训生 但是呢 在业务方面他可以跟着我学习 我刚才 那你就应该说是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这样不是不是 我跟云飞特别要解释一下这件事情 刚才我也跟他明确说的 就是我给他的是管理培训生 但是因为他的方向 我觉得会很快提升 所以我会特别地在所有 是总监带的管理培训生之中 选出来他是我带的 理解吗 是我带的管理培训生 这个概念大家能理解吗 不理解 太绕了 他并不是总裁助理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换你的 所以因为以前我建议 连国际有人都发现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最好 是因为如果你和一个 比较高层的老板可以每天工作 所以我以前给他建议选你 可是现在你换你的职位 你的代表 这样 对 所以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对 这个不太好 所以我给他 现在建议坏人 坏人 坏人 在选择 我给他的职务是管培训生 我的助理 这件事情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别生气了 非常不清楚 你前后矛盾 徐瑞 徐瑞 别说了 如果你是个推荐人 你应该尊重 推荐人 劳烦给他的职务 你明明就会有人家 我给他的问题 你就是在会有人家 你不负责任 我说一句 其实就跟我给一样的岗位 总裁办的管理培训生 就是一个意思了 对不对 逻辑非常简单 全场 所有的人 包括云黑 在内都是冲着你的总助去的 你上来以后你换成管培训生 你就是不可谱 徐瑞 我想问你一个 在这个场上 我们给董事长助理 回头我给你调到任何一个岗位上去 有问题吗 我很客观地给他一个岗位 在管理培训生上 但是不能你五分钟前 给了一个总助 五分钟以后 你发生的反速还快 你觉得在这个场合上 给这么一个年轻的孩子 一个总经理助理 我不应该把金钱调到一万以上吗 这不是心经的问题 这是你前后言不由衷的问题 这是你人品问题 徐瑞 我觉得是你理解的问题 王总这件事情 可能引起了一点点小的争议 他说了是要继续自己 但我可能只是说 以管培训生的方式进去 他对我寄与了非常大的期望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选手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就是 黛玉要谈吗 是的 因为是在北京 就是黛玉可以再往上调一下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 所有的新城市也都是五十五十 这只是你的底薪 别说那么多 我加了七千 而且如果你要有了孩子 从零岁到十八岁的教育 说那么多有什么用 好 你要 加钱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那你说加号是多少 我也承诺 你那加号加起来 综合收入多少 好 加了七千 不是比钱吗 综合收入加里多少 就七千吗 我现在能承诺综合收入到一万 我直接告诉你 好 所以接下来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没有了 15秒钟时间 优胜教育 优胜教育 优慢家访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去吧 我选择优胜教育的原因 是因为我第一次的 求职意向里面 就是写了优胜教育 而且我当时就是目标 就是想要进入他们 加盟事业部 没想到这次 刚好给我最契合的岗位 也是我最最想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次 非常的圆满这个结果 是这样子 我只想说 我只想说的是 其实很大的原因 来自于一句话 仿佛也跟很多情侣之间 男生求爱似的那句话 我愿意这一辈子带着你 其实很多选手 非常珍重这一点 很希望在老板身边 学到东西 所以呢 我愿意相信 所有的老板都是真诚的 但是说话 有的时候 不要脱口而出 说到就要做到 也不枉费 这个靠谱的平台 和我们对所有求职者的祝愿 好吧 就这样 不说了 掌声有请下一位求职者